第73章 易南平 除了天书林前那面石壁 青云榜 点金榜 这些由天机阁评选出来的榜单 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自然是榜上强者之间的战斗 但凡上榜的人 无论身份地位如何 都会有战斗经验 再少也会有一次 陈长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问道 那么怎么打 谁去打 洛洛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 右手握住腰间落语边的鞭饼 向前走了一步 说道 师长有其事 弟子福其劳 唐三十六哪里会让他抢走这种机会 说道 我是进来的 得让我表现一下 当今大陆 离山建宗的地位特殊 因为他们的年轻一代很强 唐三十六确实是少年天才 依然没有办法和对方相提并论 不要说狗寒石 便是其余那三名离山年轻弟子 在人们看来都可以轻松地战胜他 神国七律 尽在离山 他们在青云榜上的排名都远远高过唐三十六 唐三十六却似乎根本没有想过这些 他看着狗寒石 眼睛越来越亮 很是兴奋 畏惧这种词语从来不在他的字典里 他本想在青藤燕的第二夜里挑战青云榜排第十的装换鱼 却被学院反对 今夜刚刚决定加入国教学院 便碰着能与神国七律战对战的好事 他哪里能错过呢 是的 这是好事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今年青藤燕的第三页 应该是文士 狗寒石没有看唐三十六 只是静静地看着陈长生 说道 你能被殿下拜为老师 自然有过人之处 学识必然渊博 只是听说你未能洗水成功 那么我想文士恰好是很好的选择 他没有把这句话完全说明白 但所有的人都听明白了 作为这场婚事的另一方 且不要提究竟是第二方还是第三方 邱山君未能到场 他作为邱山君最信任的同门 想要请教的对象 名义上是国教学院 实际上当然是陈长生 离山建宗挑战国教学院 便是他要挑战陈长生 店内很是安静 狗寒石这番话听上去很有道理 充分地表明了离山建宗 对弱者的同情 对公平的追求 虽然你没能洗水成功 但恰好青藤宴第三页是文士 那么你还有什么道理不下场呢 但实际上这项提议没有任何同情 更谈不上公平 狗寒石通读道藏 学贯南北 不要说店内这些年轻学子 即便是离宫里那些终身与道藏打交道的老教士 也不可能在文士方面胜过他 这是整片大陆公认的事实 如果要论修为境界 狗寒石毕竟年轻 在那些苦修数百载的前辈强者面前 算不得什么 但如果要说到学识的渊博程度 他却是真正的强者 他要与陈长生用文士一较高低 哪里公平 这完全是欺负人 这是强者对弱者无情而冷酷的碾压 落落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盯着狗寒石 神情极为不善 喝道 荒唐 狗寒石神情不变 对着他先施一礼 然后说道 敢请教殿下 何处荒唐 唐三十六冷笑地说道 整个大陆都知道 你通读道藏 学识过人 能与你相较的人物到哪里去找 你居然要和那个家伙 比试这些方面 不好意思吗 你居然有此提议 难道不荒唐 狗寒石静静地看着他说道 我也是个普通人 不比常人记忆力强 或者更有天赋 自幼家境贫寒 也不可能出娘胎便开始读书 我唯一会的便是苦读 读书就是我的修行 知识便是我的能力 就像戾气是虎豹的能力 我代表离山挑战国教学院 难道要我放弃自己的能力 我用我自己的能力在世间行走 为什么需要不好意思 我用自己的能力战胜对手 哪里荒唐 谬论 我最擅长睡觉 那我要和你比谁睡觉的时间长 你也同意 唐三十六说道 狗寒石微笑地说道 如果青藤宴的规矩里 有比睡觉这一条 我与你比一番又何妨 唐三十六被这句话堵着了 半晌后冷笑地说道 那怎么闻事 难道还要主教大人 当场拿出试卷来 何必这么麻烦 恰好青藤宴第二夜 我们大家都没有参加 直接打一场 岂不直接 狗寒石平静地说道 如果你坚持如此 我也没有意见 你们可以决定方法 也可以决定人选 店内众人微惊 唐三十六也没有想到 狗寒石态度的转变 随着狗寒石这句话 官非白等三名离山年轻弟子 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 走到他的身后 看到这一幕画面 人们才知道 先前误会了狗寒石 所谓文事 确实是离山的必胜之局 但如果想武事 陈长生更不可能有任何机会 南方使团里 离山建宗的人数并不多 除了小松公长老 便是四名年轻人 神国七律里的四律 便在这时 陈长生的声音再次响起 他看着狗寒石说道 我同意你的说法 只要是修行所得 便是自己的能力 就像吃进肚子里的饭 变成了力气 用它来做任何事情 都是我们的自由 很巧的是 我也是个普通人 刚好我也看过一些书 都是普通人 都看过一些书 真的是刚好 刚好可以比一比 终究进南平 主教大人看着陈长生笑了笑 带着若有若无的深意 然后他望向殿外 秋风微凉 七夕夜的灯火 只在民间不在宫内 于是越发寒冷 老人紧了紧衣衫 说道 不打这一场 秋山君日后知晓 定南义南平 唐三十六 没能参加前两夜的青藤宴 也是义南平 你们男人恰好 也没有来得及参加前两夜 那就打吧 只是夜深了 快些便是 宫门开启 夜明珠的光线 散落在夜色里 店前的广场被照得极为明亮 皇宫外京都的街巷依然热闹 远处有人在放长明灯 西南角有一株火树正在燃烧 数百人站在店前的石阶上 看着分离在广场东西方的两派人 神情各异 有的默不关心 有的幸灾乐祸 有的暗自担心 就是看不到紧张 往年的青藤宴 京都诸院之间的明争暗斗 从来都没有停歇过 总会有些激烈的场面出现 今年的青藤宴 第一夜因为落落 费了天海芽儿的缘故 草草结束 第二夜也没有什么太激动人心的故事 第三夜 所有人都以为重头戏是南方使团提亲 最后也确实上演了一出大戏 但直到此时此刻 才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战斗 只可惜这场战斗在开始之前 就已经分出了胜负 自然无法紧张 苟寒石不会亲自落场鄙视 他的境界已经隐隐高出一大截 和秋山君一样 他也已经离开了青云榜 成为点青榜中人 无论与落落还是唐三十六战斗 都有以强凌弱的嫌疑 先前他提议与陈长生文士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文士只动言语 不扰天地 有胜负 但不会有伤亡 这场国教学院与离山建宗之间的较量 由国教学院方面确定方式挑选对手 离山建宗的表现看似慷慨 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离山建宗前来京都的弟子 都是神国七律中人 国教学院想胜谁都很困难 我本来想挑第四律 这个家伙以前就知道 唐三十六直的陈长生 对洛洛说道 但既然今夜是学院宗派之间的战斗 我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第四律最强 自然只能交给你 我试着挑挑那个叫七剑的家伙 洛洛说道 我没意见 陈长生想了想 说道 这样胜算并不大 唐三十六看着他冷笑地说道 我倒是想用前嫌赛马的法子 以下四对上四 问题是你这家伙实在太弱 根本没办法让你出场 只好试着 看能不能连胜两场 免得你出去丢人现眼 洛洛对陈长生倒是有极强的信心 虽然他自己都不知道信心从何而来 便在这时 离山建宗的人走了出来 走在最前方的是一名少年 眉眼清智 身形瘦弱 看着还未发育完全 近似比落落看着还要小些 正是神国七律排名最后 也是最弱的七剑 七剑是离山建宗掌门的关门弟子 年龄颇幼 却曾在青云榜上排进前十 直至去年某次聚会 被庄幻语胜了半招 才落到了第十一位 但没有任何人敢轻视他 因为他真的很小 他身上的离山建宝显得很宽松 被夜风吹着呼呼作响 有些可爱 唐三十六看着这一幕画面 感慨地说道 这怎么下得了手 陈长生感慨地说道 说的就像你能打过对方似的 唐三十六很是恼火 蹬了他一眼 陈长生笑着不说话 唐三十六忽然沉默了片刻 再道 如果我们能侥幸赢了这两场 这个家伙就可以不出场了 如果我输了 洛洛 你也直接认输便死 连人输两场 这个家伙也就不用打了 陈长生注意到 他用的是侥幸二字 虽然毫不畏惧 但不意味着热血已经冲昏了头脑 唐三十六很清楚对方的强大 洛洛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他输了 自己也就要认输 难道先生不出场 比国教学院输掉更重要 是的 国教学院救我们这几只麻雀 输给离山建宗丢人吗 好吧 确实还是有些丢人 但那无所谓 只要你不出场就行 你不出场 他们便没办法 把今天丢的面子找回来 唐三十六看着广场对面夜色里 那个神情平静的家伙 冷笑地说道 憋死他们 说完这句话 他手扶剑柄 向对面走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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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